欢迎大家今天晚上 继续来到我们加拿大 中国妇女护露协会注目空间 今天晚上呢 继续由赵老师给大家分享 关于逐步健康 反社区的疗法 然后呢 我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 赵老师写的座右铭 他说的 人之有角 犹如树之有根 故树老先 根先老 人老先老脚 我们的脚底 有所有脏器的驻外大使馆 因此学会逐步健康疗法 可以抑制身体健康的状况 更可以通过逐步安磨 达到治疗作用 若要身体好 天天泡泡脚 若要身体好 天天摸摸脚 为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这是赵老师写的 关于脚的一些知识 就说的是顺口流 但是呢 就是特别契合实际 我们呢 再次也非常感谢赵老师 赵老师已经给我们 五节了 今天是第六节 一共给我们分享十节 所以呢 机会非常难得 我呢 就现在把时间交给赵老师 有请赵老师 好 谢谢生会长的介绍 各位线上的老年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正如生会长说的 我们人呢 一丧脚 他呢 实际上 合传就是一位 盘坐的人 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们已经讲了 前面五讲呢 讲了竹子头 是针对我们脑部的 一些器官 讲了我们这个 脚掌的三分前 三分之一 就是我们胸腔内的器官 像肺呀 心脏啊 讲了我们脚中部的器官 那么也就是我们腹腔内的器官 这大部分呢 都是消化系统 对吧 颐腺啊 我们这个胃呀 这十二支肠呀 等等 这样一些反射区 那脚后根呢 是什么呢 是我们腾腔内的器官 那么它主要代表的是 我们一些生殖性 我们前面的五讲 就把这些讲完了 那么今天开始呢 我们要讲脚的内侧 那么因为我讲 一双脚放在一起 就是盘坐的人 那么这个上面代表了头 那脚的这个内侧呢 实际上就是代表了 我们整个一个的脊柱 对吧 整个一个的脊柱 那我们因为外侧是四支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 第六讲是内侧 内侧基本呢 都是由于我们这个脊柱 脊柱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股心的器官 那当然我们讲到后面呢 也会有些生殖线的反射区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组有多少呢 脊的内侧 它总共也有十个反射区 也有十个反射区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颈椎 胸椎 腰椎 底骨 对吧 以及尾骨 那么同时呢 有臀部 住个神经 同时侧面 还有我们的前列腺 或者子宫 有尿道 或者阴道 那同时呢 我们还有窥关节 对吧 这是还是我们的股性的器官 那同时在我们的上 就是 小腿上面呢 还有一个直肠脊肛门 因为我们在讲腹部的时候 已经讲过直肠与肛门 但是呢 直肠与肛门 在我们的反射区里 是有两个地方有的 那这些我讲的呢 都是有 就是三足都有的 三足多有的 那么三足都有 你看 在我们脚 比如直肠肛门 在左脚上 对吧 有 当然右脚上是找不到的 告诉你们 因为我第五组讲的时候 跟你们讲过了 你们自己仔细去想 它长在左面的脏器 在左脚上才能找到 那么长在右面的脏器呢 只能在右脚上找到 那么在我们的小腿上呢 两侧都有的 两只脚都有的 它这个直肠与肛门呢 是在我们脚踝以上了 这属不是脚掌 对吧 是脚小腿上 小腿上 那最后一个呢 是腹部 那今天呢 我们就开始开讲 颈椎的反射区 在哪个地方 那么我们也看到 人的一个接触呢 实际上 它是支撑了 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什么 沉重 对吧 那你不要看 这柱呢 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的这柱的这个 它有锥 锥管 那锥管里走的是什么 脊髓 那脊髓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整体的神经传导的 一个系统 所以呢 它很重要 那脊髓旁支出来的 那都是一个神经 那么神经呢 它会就是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 它的神经呢 都会指挥某一个 或者是比如我们颈椎 它是指挥我们怎么 避重神经的 那么所以当你的颈椎受压迫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什么呢 你的手指发麻 对吧 或者有疼痛 或者有疼痛 那么我们颈椎是多少节呢 颈椎呢 总共有七节 那七节颈椎 是从我们眼随下来 第一节 对吧 到我们连接胸椎的第七节 颈椎是七节 那么我们的手指是什么呀 手指只有五个 对吧 手指只有五个 那么一般来说呢 你的颈椎 如果说第一节 受压迫呢 一般它都会压迫到 我们的这个椎管 会引起什么呢 头痛 或者呢 供血不足 对吧 供血不足 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颈椎 实际这个颈椎呢 是我们通向大脑的交通要道 我们的椎动脉啊 对吗 都是从这里走的 好我们的水管 椎动漫都是在这里走的 如果你有颈椎发生问题 比如有颈椎的增生 对吧 或者有颈椎的什么呀 滑脱 那么都会影响到 压迫我们的这个神经 或者压迫到我们的血管 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好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因此说呢 我们要保护好这个什么颈椎 让它不要什么发生一些改变 那当然随着年龄的增大 特别是我们平常 比如说做的知识不正确 我在这里要建议大家的是 不要小看某一些动作 像我们这个坐姿啊 一般我建议您不要长靠在沙发上 因为长靠在沙发上 你的椎体就会发生改变 我们整个接触呢 实际上它有四个正常的生理弧度 如果你的坐姿等不正确 那么就会改变这些生理弧度 那改变这个生理弧度 就会压迫我们椎体 椎体之间的空隙啊 就会受到什么 挤压那么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坐姿 实际很重要 我告诉你正确的坐姿 伤腿垂直 人呢坐这个椅子的前三分之一 头腿直 不要老是靠 靠着你的颈椎就会发生问题 对吧 那所以说呢 我会经常告诉大家 如果你的颈椎 比如说还有呢 一个是坐姿不正确 还有呢 你的饮食用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 不要小看这个钙的瘦路 好 钙的瘦路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是骨性的器官 对吧 那么这个钙 它是我们骨印制的主要的营养 主要的营养 那么随着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年龄的不断的增大 那么会发生一些什么呢 骨质增生啊 骨质疏松啊 等等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的产生 一个呢你会产生疼痛 对吧 产生疼痛 一个呢 它会造成比如说 增生这样的问题 那么会压迫你的神经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颈椎出现 比如这些压迫 甚至呢 可以引起 比如侧电的不眠 失眠 引起 头晕 因为你供血供氧怎么样 供不上去啊 对不对 供不上去 它是不是要发生头晕 那甚至呢 如果你压不到脊髓呢 还会影响到我们有些人的什么 会出现恶心 那酸痛就不要 正不要说了 是吗 特别像上肢的麻木 你的手指 你的大拇指的麻木 一定是第二第三节 这个颈椎受压迫了 好 那么我们以此类推下去 就是你的什么 食指 那第四节 对吧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呢 我们是在小指上 对不对 在小指上 那么你可以重点去按 这个颈椎的反射区啊 那颈椎反射区在哪里呢 在我们大脚 整个脚的内侧 大脚趾的什么 这里是不是有个凹陷 大脚趾的下方 有个凹陷呢 这一节就是我们的颈椎反射区 大家可以看我这个鼠标 那图片能看到吗 我的鼠标啊 这一段就是什么颈椎啊 这一段就是颈椎 你可以看到在大脚趾头 你看 他大脚趾是两节 两节对吧 在他下面啊 在他下面到我们的第一肢股小头 这个地方为止就是我们的七节颈椎 七节颈椎 那么你经常可以去按摩他 可以用您的食指关节 从上往下去什么 像刮痧一样去刮饰啊 像刮痧一样去刮饰 那么 同时呢 你也可以给你这个颈椎做一些拉伸 因为有的人由于比如说 长期的骨枝疏松啊 那颈椎与颈椎之间 它会融合 那么它就会压迫 你会造成很多的比如心慌啊 这个头晕啊 不要小看颈椎 甚至它可以引起颈椎型的高血压 颈椎型的心梗 所以呢我要建议您的是 经常可以做拉伸动作 那么这个拉伸怎么做呢 大家能不能看到我的手指 你看这里是个指缝 对吧 这里是个指缝 那么你的手指呢 可以这样啊 这样做 大家可能看得很清楚 你看食指压在第二指缝 你这个另外一个指呢 加住它往上提拉 往上提拉 这是一种牵引的方法 因为在我们院里呢 我们做的牵引是用机器 对吧 所谓的老百姓 所谓的掉脖子 那么这种牵引呢 是可以改善症状 但是它有一定的危险性 对吧 因为老年人本身股肢疏松了 如果你拉得过那个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 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 但是你在你自己的脚趾上做 是不是就没有关系啊 而且很容易做 而且很容易做 所以呢 我要建议大家认真去按 不要小看这个颈椎啊 它本身有 我们有很多的神经阶段 去联系各个我们那张脏器 同时呢 我们的脊髓呀 它是整个的一个什么 神经传导的术 所以说呢 它很多的信号的传输 都需要它 都需要它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颈椎反射区 颈椎反射区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胸椎啊 就是从突出的这个骨头下面 因为整个这个是什么 足弓 对吧 我们整个脚的一个足弓 你看从突出的骨头下面 开始呢 它是十二个 十二节胸椎啊 胸椎是十二节 大家记着哈 那么每一节胸椎呢 它都会联系到 我们一个内障 我们一个内障 所以说呢 你这个胸椎 也可以经常去什么 刮视它啊 经常去刮视它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你看我们 如果说 你这个颈椎出现了问题 出现在哪一节 压迫 受压迫 你就会出现什么 问题 比如我们 第六节颈椎 它的这个什么呢 它联系的是我们的一个 胃 所以它联系的这个神经呢 是我们的胃 因此 如果它你有骨头疏松 挤压到这个神经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什么呢 生化不良啊 胃痛啊 这样一些问题 所以经常呢 可以去按按 如果你按得仔细的话 你可以按得出来的 一节一节的 你可以按得出来 一节一节的 它如果是有真身 你按下去 一个是会疼痛 一个呢 你会按到 因为一节一节里面是有空隙的 对吧 如果里面是有硬性的东西 那么也就是说明已经什么呢 已经是有 真身了 对吧 是有真身了 那这就是我们十二节的胸椎 经常可以去按按它 也让我们的什么 脊柱 整个脊柱实际也是一个全息 就像我们的脚一样 每一节它都影响到 因为它有个神经 会连接到我们的脏气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腰椎了 就沿着足弓 对吧 这里是颈椎 这里下来是十二节腰椎 那么到这里 是不是也有个 就是相当于我们 膀胱反射区这个位置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个骨膀 这里再下来呢 就是腰椎了 那腰椎一共是几节呢 腰椎一共是五节 一共是五节 那么腰椎呢 我们很多人 因为平常你工作呀 或者你有什么 去拿东西负重呀 是不是最累的是我们的腰椎呢 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呢 很多人还会有什么 这个腰椎老损 有椎筋盘突出 有骨质增生 那么特别腰椎 如果有骨质增生 椎筋盘突出呢 它一般都会压迫到我们的什么呢 压迫到我们的祝国神经 压迫到我们的祝国神经 那么祝国神经呢 实际上是我们腿部 运行的一条最大的神经 最大的神经 那祝国神经痛 一般来说 什么个痛法呢 就是从你的这个屁股啊 后面的屁股 这里 它一般是从腰往下走 它是往脚后跟走的 它这个疼痛啊 运行的线路是比较明显 你如果是这样的疼痛方法 一定是压迫到了什么 祝国神经 那么压迫到祝国神经 它的根在哪里 是在腰椎上 对吗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给这个腰椎怎么样 去重点的按摩 让这个压迫的祝国神经 让它什么 不压迫 松弛开来 你这个疼痛 是不是就改善了呢 那么腰椎是在这个地方 你仔细去感受 如果你自己仔细去感受 认真的去摸的话 你也会摸到 哪个地方是最痛的 你仔细感受一下 就是你的第几节腰椎 那这个呢 我也可以告诉你们 如果是寂静的腰扭伤等 在这个腰椎上呢 你可以用力度大一些的 是什么 挤压啊 力度大一些的挤压 也可以这样刮下来 也可以用你的拇指的指腹 去什么压它 那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客户啊 突然之间腰的扭伤 腰的扭伤 那么这个扭伤呢 一般是不是不会一下子好 但是呢 他因为要出去旅游 很着急 他问我赵雨昕 能不能让我改变 我三天后就要出门 我要去旅游 如果这个腰不好的话 我就没法出游 对吧 那机票什么都已经好 那我说可以 你但是要忍受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就要用重手法 用个强刺激的 很疼 在这里 如果腰椎这个地方 就会很疼 那当时呢 首先我先告诉他了 会很疼 但是呢 我又在就是暗之前 去跟他说一些话 去分散他的注意力 当他不注意的时候 我就上去 一下子就掐住 他这个腰椎 横横的去揉 哇 当时他就跳起来 但是揉好 马上就能支出来 就能走路 所以不要小看 我们中医的一些脂肪 有时候对有些节省 还是很有作用 而且很快就能什么 改善 很快就能改善 那么 我们记住 这个颈椎 如果经常有这种 头晕等的 一般都是压缚了脊椎 我一定要建议您 尽量去做什么 这个颈椎的拉伸 颈椎的拉伸 那么一般呢 胸椎这个地方呢 一般疼痛的不是很多的 不是很多的 因为毕竟他不用力嘛 对吧 因为他只是保护 我们什么 胸腔的 胸腔内脏的 但是的腰椎这个地方呢 很多人就会有问题 因为我们讲 我们任何的用力 是不是都要从腰出发的 对吧 是要从腰出发的 因此呢 他经常会什么 造成比如一个 特别我们现在老年人记着 你要弯腰下去 拿这个重东西的时候 一定记着 不要突然之间的一个什么 用力 用力 突然之间一个用力 容易造成我们什么 一个腰椎劳损 一个呢 如果你紧 你这个腰椎本来有不好 突然之间的滑脱 那么就会比较危险 对吧 造成伤害 所以你要去 欧下去拿东西的时候 慢慢的 不要那么着急 不要那么着急 如果已经有骨质增生 已经有骨质疏松 这些问题 那么建议大家呢 肯定先要去改变 这样一些症状 这样一些症状 那么这个腰椎 大家明白了吗 是在这个 我们这里 胸椎十二节 到这里鼓起来 就相当于我们 我们膀胱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是什么 五节的腰椎 五节的腰椎 那么腰椎下面呢 是我们的围底骨 大家可以看到的 围底骨呢 在我们小的时候 就婴幼儿的时候呢 它是分 也是分节的 也是有五节的 但是呢 随着年龄的增大呢 它就融合了 融合成一块 融合成一块 但是呢 这个椎骨呢 大家可以看到 围底底骨呢 有八个孔 大家也没看到 这八个孔 也是我们神经管 穿出来的 血管呀 神经管 穿出来的八个孔 那么这八个孔呢 实际上在我们 中医的针灸穴位里 这个八个孔 叫巴尿穴 巴尿穴 它对我们一些 就是妇科疾病 对一些男性的 比如说权力线问题等 是起到 很好的改善 因此呢 你也可以经常 去按摩 这个围底 经常去按摩 这个围底 那同时呢 你也可以知道 在这个围底上呢 有些人自己好像 感觉我围底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往往 如果你要让我去查的话 我经常会查到 这个地方有些颗粒呀 或者摸上去 他会觉得很疼啊 我一般就会问他 你是不是 曾经受过 省伤 比如我们有时候 摔跤了 老年人 对吗 一个 就是说我们上海人 叫一个等障 一个屁股就这么坐下去 是吗 那么就会摔到 围底骨 那就会在这个地方呢 你当时可能是 也治疗了改善了 但是没有达到 真正的修复 那随着年龄的增大呢 这个地方 也会反映出来 所以呢 就尽量 可以在这里呢 多按摩一下 多按摩一下 围底实际上 对你生殖线 也是有好处的 那不要小看生殖线 因为生殖线呢 也是我们合成激素的地方 那激素 在我们的生命运行当中 还是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的 对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底骨 一些围骨 那接下来一个呢 反射区呢 实际上就是 是在我们的什么 后跟 大家看到没 好 你看围底 这围底 下来到这里 就是我们的后跟 对吗 整个后跟 是什么呢 他围上来 是不是像我们整个疼过 看到没 是不是像我们整个一个疼过 好 那么在这里 这里呢 如果你有住过神经痛啊 等等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用手法 从围底 从围底这里开始 一直刮上来 那看我的手法了吗 一直这么刮上来 能看到吗 一直这么刮上来 好 刮到我们这个 小 这是小腿 根骨上面 根骨上面 看到吗 是这样一种手法 是这样一种手法 那么这个呢 他对我们 住过神经痛啊 等等都有很好的改善的作用 很好的改善作用 因为实际住过神经痛在 很多老年人啊 有这样的现象 好 有这样的现象 那你也可以呢 这样的方向刮 就是从上往下刮 也是可以的 大家能看到我的这个吗 我看镜头不清楚 从上往下刮 也可以呢 从下往上刮 从下往上刮 但是你在刮的时候呢 一定记得你今天 是从上往下刮的 那你全部要从上往下刮 因为他还有脚的内侧 对吗 还有另外一个脚 对吗 如果你今天是从下往上刮的 那么全部都是从下往上刮 不要一面从上 一面从下 那就乱了 对不对 好 那就乱了 这是我们的住过神经 这个对治疗我们的住过神经痛啊 也是很有效果 很有效果 那么实际上我们刮这个 治疗住过神经痛 只是改善症状 根本的问题还要是什么 因为他的主要的问题 是我们腰椎出现了问题 对吧 是我们的腰椎出现了问题 那么主要的问题 还是要改善我们腰椎的状况 那是从根本上彻底去改善了 是吧 彻底去改善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整个的脚的内侧 这个接住到 围底到我们的腾部 住过神经 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内侧 内侧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脚踝的下方 脚踝的下方 有什么呢 大家看到是不是有个凹陷 有个三角形的凹陷 那么这个三角形的凹陷呢 就是我们的内分明系统 所以内分明系统是什么呢 女性 这里是什么 是子宫 女性 这里是子宫 那么男性呢 这里就是权力线 因为男女的内分明系统是不一样的 对吗 是不一样的 出去出去 别逗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如果做这个手法 做这个手法呢 也是 这里 它是一大块斜的 所以你刮一下是刮不到的 起码要刮两到三下 这个三角区域都要给他什么 刮全 都要给他刮全 那么如果是女性 那么他这个 因为他这个反正就是子宫 那么他对我们月经的不调 对我们这个比如说有痛经 是吧 这些呢 都是可以达到很好的改善作用的 很好的改善作用 这个呢 而且做起来也不难 对吧 也做起来也不难 大家呢 不妨可以去做一下 那么男性呢 这个地方就是权力线 那实际上 从我们年龄增大以后 权力线呢 实际上是我们中老年男性的 常见病 多发病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 你的这个结束的分泌 什么 已经不均衡了 已经不均衡了 因此呢 会导致我们这个权力线的腺体啊 它会肥大 那么权力线肥大以后呢 因为他的这个尿道 是包裹在我们的权力线里面的 因此它就会出现了很多老年朋友的这个尿瓶 尿急 尿滴力 淋漓不尽 甚至呢 有的时候尿痛 甚至呢 尿痛 因为你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 如果你犯上了 是不是也很痛苦啊 因此呢 如果是你你是老年朋友 那么我男性 我就建议您多刮这个内侧 内侧 我们这个三角区是什么呢 三角区是您的前列线 是您的前列线 那同时呢 建议您平常可以多吃一些 含番茄红素 高的一些食物 特别是番茄 西红柿 好 那因为这个番茄红素呢 它对我们前列线有很好的营养的作用 很好的营养作用 因为番茄红素 本来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 同时 它又是可以消除我们慢性炎症的直化素 实际这些食物呢 你可以当水果吃 对吗 你也可以什么呢 男性朋友呢 我可以建议你 如果有条件呢 你买一点小的西红柿 每天可以吃一小盆的那个生的小的西红柿 对吧 因为它里面呢 这个那个什么VC啊等都很高 当然我平常呢 还可以在菜里面 因为番茄红素最好呢是和油 因为它是子龙性的维生素 可以呢炒菜吃啊 做汤吃啊 你暂时在生吃的时候 我可以建议您 因为生吃没有油 对吧 那么它对吸收 那是不是有 没有把番茄红素 很快的分解出来 那么也可以建议您 吃什么呢 喝一点点橄榄油 是吗 因为它就会油 油脂什么 融合 番茄红素更容易出来 更能起到这个抗氧化和消炎的植化素的一个作用 更好的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那这就是我们的潜力线 记着了 这个是潜力线 女性呢 实际上我们女性的朋友呢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因为到了我们这点年纪了 如果是在50岁以上了 那么你的磁结素的合成就会下降 那么大量吃结素合成的下降呢 容易造成不治疏松 容易大量的盖的流失 又容易呢 造成什么呢 比如很多女性啊 朋友到这个时候容易失眠 对吧 容易不留意 就是我们的根源气中和症 出汗 对吧 心慌 容易造成这些问题 所以呢 你要去经常按摩这个地方 去刺激我们这个器官呢 来合成逐量的磁结素 那同时在您的饮食当中呢 也可以多吃一些豆类的食物 多吃一些豆类的食物 因为豆类里面呢 有一种物质叫一黄铜 那么它是什么呢 它是我们的植物磁结素 同时呢 会告诉你 它实际是三项调节的 当你体内的这个 这个结素不够的时候 它会促使你脏气什么 产生更多的这个磁结素 但当你体内的磁结素 过于高的时候 实际上它会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好平衡的作用 而且这个东西是食物 对吧 没有伤害 对不对 所以我就建议我们老年朋友呢 可以吃一些这个豆类的 吃一些豆类的 含特别像鹰嘴豆啊 这些是吗 含黄豆 大也就是我们的大豆 里面也含一黄铜 对吗 也是很好的 但是黄豆呢 就我建议大家 就仔细看一下哈 当如果说 你是没有肾脏功能 伤害的 这个豆是个很好的东西啊 它的蛋白质又很优质 对吧 它里面的直化素等也很高 但如果你的肾脏功能 已经有所下降 那比如说 你的小便利有蛋白 比如说你化验 你的小这个血相里啊 尿素蛋升高 或者有尿酸升高 那么我就不建议您吃了 不建议吃 因为大豆里毕竟有直酸 这个直酸呢 我们认为 它是一个抗营养素的物质 抗营养素的物质 所以每个人呢 要根据您自己的实际情况 去合理的安排饮食 合理的安排饮食 同时呢 去经常摸摸你的脚 因为他自身什么工作 因为由于年龄的增大 对吧 工作就不利 那么你给他加把力 对不对 你给他加把力 是不是他就更努力的 为你工作 为你的健康 保驾 护航 这是我们的前列线和子宫 那么在这个三角区域下方 从我们的子宫的内侧 也就是这个脚踝的下方呢 到我们的这个膀胱啊 鼓起的膀胱我们讲过 这有一条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图片 红色的啊 这一条缝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尿道 以及阴道 因为这个呢 我也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比如尿道炎 对吧 或者你有尿道结石 那么我们就应该要什么 重点去按这个地方啊 那么他的手法一定是从上往下 因为把这些往什么 往你的这个膀胱 这个方向去刮完了以后 再让他排出去 好 是从上往下 好 从上往下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就从子宫这个位置 往膀胱这个方向 对吗 按压啊 往膀胱这个地方按压 那么我们也知道 如果有了结石 那么你一定要记着 第一要多喝开水 多喝开水 是吗 那同时你在按压的时候 也可以多活动 那如果是小的结石 他完全是可以通过 这些方法 能够什么 排出来的 但是在排的时候呢 可能在 因为我们从这个 我们的膀胱出来 对吧 他是有几个细 就是比较细的口 那出来的时候 他是肯定会很痛 会很痛 那这个时候呢 你更要记得 要多喝水 让他排出来 对吧 同时呢 可以多做一些跳跃的动作 做一些跳跃的动作 当然很大了 那你就没法排了 对不对 很大了就没法排了 那该做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中药的排石汤啊 等等 另外一些就是治疗的方法 另外一些治疗的方法 因为结石如果得了 特别是尿路结石啊 我们很多人很痛苦的 很疼 对吧 特别是引起肾脚痛的时候 特别的难受 特别的难受 那么这个结石 也不是今天一天形成的 主要和你平常 因为呢 可能喝水比较少 另外呢 那在你这个饮食当中啊 可能摄入的酸味的物质 比较多 像柔酸呀 植酸呀 比较多 那同时它和尿盐结石 那么就会长成什么 结石 所以呢 要注意你平常的生活 我经常讲 任何问题的改变 是要和平常的生活 去挂钩的 去挂钩的 并不是一旧而旧的病 那接下去一个 那又是我们的股性器官 它叫窥关节 它叫窥关节 那窥关节在哪里呢 在我们 它也是双侧都有的 等于两个脚 有四个反射区 那么它是沿着我们窥关节 画一道半圆 大家看到没有 画一道半圆 那窥关节呢 大家也知道 它是我们整个人身体呀 支撑我们整个人身体 承重是最什么 最累的一个关节 同时呢 它可以什么 前脚前翻对吧 后转 所以它这里呢 有一个 就是鼓鼓上面 连接我们这个呢 就叫鼓鼓头 那么它的用 就是说我们平常 使用它 是不是也比较多啊 是吗 使用它比较多 那同时呢 这个鼓鼓头 承重又比较累 使用它 次数又比较多 如果你平常不给它一些营养维护的话 它也会造成什么呢 我们所谓的鼓鼓头坏死 那鼓鼓头坏死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有那么几个方面 一个 比如你大量的吃激素 对吧 由于致病的需要 使用大量的激素 那么它就容易造成什么坏死 第二个呢 鼓鼓头坏死 平常你的 用我们中英的话来说 气血不足 气血不足 这个我们的这个 这里的卫生环 它没有什么 血液送上去 那么经常我们会讲 缺血性坏死 缺血性坏死 你连血液都送不上去 它没有营养的滋养 是不是就容易造成 这样的问题呢 造成这样的问题 那么所以平常 在你们平常日间的 维护和保养中呢 一个要注意补充气血 对吧 给它充足的气血 第二个 微循环要畅通 微循环要畅通 不要让它 这个地方什么 缺血 就是在我们这个 大腿 屁股后面 大腿 这个地方 根部 那么当然 现代医学 是有什么方法 比如把骨骨头换了 对吧 我们经常会听到 骨骨头给它换掉 换掉 钛合金的 等等 但是我会告诉你 骨骨头换了 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 它不可以众生的 花钱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它是一个义务 对吗 所以说过了十年 十五年 现在是长点 我们原来最长的 只有八年 就要重新再致患 那是不是就比较痛苦 而且致患的时候 要进行手术 要进行手术 那同时呢 这个地方 因为如果你长期的骨质疏松 那么这个地方 也是容易断裂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老年人 最怕摔跤呢 因为一摔跤 很多老年人容易在骨骨头 这个地方什么 摔断了 那这个时候呢 真的很痛苦 要进行手术的复合 对吗 那这个护理 是不是人也痛苦 那你平常可以通过 我们自我的按摩 去维护它 那么它这个手法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脚踝 这样一个半圆形 那么因此呢 用你的第二指骨 从前往后的刮 一个半圆形 从前往后的刮 能看清楚吗 从前往后的刮 看到吗 这个是 实际上做起来并不难 关键是坚持 关键是坚持 那么我们老年人呢 一个呢 当然锻炼不可少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骨骨头 等这些问题的出现 那这个时候 不能做剧烈的运动 不能做剧烈的运动 请大家记住 不是说好的是一定是好的 任何东西都有什么 两面性 对吧 所以呢 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 但是每个人的运动的方式 和运动的量 是不同的 是吗 是不同的 那同时呢 一定大家 建议大家 要维护好 这些骨质的什么 营养 那么这些骨头的主要营养 是什么呢 实际上它一个是优质蛋白 那为什么疏松呢 实际上我们疏松 就是我们骨头内的 一些胶原蛋白 大量的流失 那么它本来是致密的 就变成空洞 对吧 这就松了 因为钙呢 实际上主要是 沉着在我们外面 骨的硬质上的 骨的硬质上的 当然钙也是不可缺少 但是呢 一定记着 不要忘记 补充胶原蛋白 因为胶原蛋白 是起到韧性的作用 对吗 它的甜充物啊 实际是胶原蛋白 那么胶原蛋白的产生 它来自于哪里呢 我一定要建议老年人 不要听了这个清淡 啥荤菜也不吃 那绝对是错误的 一定是优质蛋白质 比如鱼啊 虾啊 对吧 螃蟹肉啊 这些 鸡啊 对吧 这些优质蛋白质 再加上什么呢 我们的蔬菜 水果 大量的维C 它因为维生素系 和蛋白质的结合 才会产生什么 胶原蛋白 达到一个填充鱼的 骨头是什么 有韧劲的 对吧 就不容易什么 摔坏 不容易摔坏 那当然钙 是我们实际上 目前的研究 钙是应该终生骨的 那么但是呢 你在挑选钙的产品的时候 一定记着 要挑选 它里面既含钙 又含维生素D 又含鎂 又含维生素K2 这样你的钙 才能真正的承接到 你的骨头上去 因为很多人会 问我一个问题 你好 赵医生啊 我吃那么那么多的钙 我怎么还补充不起来 有的时候呢 还会长结石 对吧 那这个呢 就告诉你 你没有选择到 适合您的钙 因为比如说 特别是你这个钙里面 添加了维生素K2 它是可以帮助你 承接到骨头上去的 如果你缺乏了这个 它承接不到骨头上去 就在大量的 在我们的什么 水里 那在血液里 它碰上我们的一些 酸性物质 对吧 比如 那就会造成 在胃里就长了 胃解石 对不对 在你的 肾脏里 就长了什么 肾解石 对吧 它游离了嘛 在血液里游离了 不能承接到骨头上 这时候碰到 一些酸性的物质 它就会 比如说我们 尿里面 大家都知道 有尿酸呀 对吧 有尿盐啊 这些 它就可以和它 结合起来 长成这样的解石 所以 钙必须补充 但是你要 如果你要挑选 钙产品 一定记着 要符合 这样一些什么 条件 你这个钙 才是真正有用的 要不 你这个钙 补了也白补 同时呢 甚至补的不合适 就容易什么 长结石 所以我呢 我建议大家的是 一个你的食品 就是日常吃的食物 一定要什么 均衡 而且呢 我们含盖的食品 实际上 在我们食物当中 并不少 并不少 但是关键 看你怎样 合理的搭配去吃 我也建议大家呢 可以经常 比如说 有几个 是比较好的 可以补盖的食物 比如鲫鱼 豆腐汤 因为大家都知道 际余里有什么 大量的优质蛋白 对吧 还含有磷 还含有磷 这些都是钙吸收的 一些必要的 一些矿物质 那么同时呢 我们的豆腐里 也有很高的什么 植物蛋白 植物蛋白 那么从生物利用力上来说 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 共同配合使用 那么它会达到更高的 生物效应 我们讲 更好的生物利用率 更好的吸收 那同时呢 大家也都知道的是 就是豆腐里的含盖量 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那同时对老年人来说 这种食品 比较清淡 也是比较好 同时也是什么 血肉 有情之品 对吧 这种方法并不难吧 我想 那同时呢 也可以建议大家 吃一点 特别是有些高血压的患者 有些肾脏功能 也不是很好的 我可以建议您 用芹菜叶 加上什么呢 豆腐干 芹菜叶 水里焯一下 挤干水分以后 把它剁碎 那么豆腐干 但是买的豆制品 我一定建议你 水里也先焯一下 焯一下呢 因为把它这些植栓都焯去了 对吧 酸性物质就减少 那么剁成末 可以凉拌 这个也是特别好的 不干食品 不干食品 那这个呢 以后如果有机会呢 我可以给大家重点就讲一讲 食疗的一些方法 食疗的一些方法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今天讲的这些物理理疗的 这个按摩 只要你自己付出功夫 对吧 就可以达到一个提升 就可以达到一个提升 那么我们下面呢 还有两个 在小腿上 还有两个 那么还有两个是什么呢 就是在小腿上的直肠 以及肛门 那么它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这个怀骨 怀骨后面 怀骨后面 往上一条直线呢 十四指宽 一条直线 那假如说 因为老年人我知道 现在便秘的是不太多 大家能不能在这个打字框里 给我看一下 有便秘的打上一 我看看 来看看聊天框里会打 现在我看到有一位 因为像我现在接触的是很多老年人便秘的老年人相当多 相当多 那么一个呢 是我们气不够了 对吧 用我们中医的话来说 气不够了 所以说呢 肠道蠕动就会缓慢 你就推不出去 那假设你有便利 就记住哈 这是一长条 它的宽度是四指宽 在后 就是什么 我们的这个怀关节的后面 后面 那假设你有长期的这个有便利 你可以什么呢 从下往上推 从下往上推 你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特别特别疼 特别特别的疼 这个时候刚开始你可能还推不动 慢慢的你觉得能松动了 那就是什么 慢慢的这个肠道给你推通了 它就容易什么 排便排出来 明白了吗 这个很好找 在脚踝后 宽度是四个手指的宽度 这个什么 一个长横条 就是我们的什么 直肠 即肛门 那到我们这个头上的时候 就是什么 就是肛门 对吧 就是肛门的感受区 那么你也可以 如果你有痔疮啊 或者是有肛裂啊 那在这个地方 就是点柔形的 认真的就给它 按啊 认真的就给它按 那在最后的时候呢 我想给 因为这十个百分之区 我都想谈了 那在这里呢 我想给大家一个食疗方 给便秘的朋友 一个食疗方 那这个呢 很容易 很容易做 是苹果和花豆 那花豆我们超市里都有的卖 对吧 那苹果呢 100克 花豆120克 红砂糖15克 柠檬汁3克 但这里告诉 如果你的血糖不是很平稳 那请红糖少放一点 甚至你可以 如果吃得近 你可以不放 都没问题 但是呢 实际稍微吃一点呢 也没问题 你的主食减少一口 也就是没问题的 那做法呢 用花豆泡水 8个小时 把它泡开了 放入滚水中煮熟 捞起来 沥干备用 苹果呢 苹果呢 洗净 切丁 放入500毫升水 倒入我们的柠檬汁 备用 那苹果丁 捞起 放入锅 虾露 虾露 花糖 花豆 红砂糖 拌饮即可 那大家都知道 花豆 我刚才讲 豆类都有很高的 什么 优质蛋白 有很高的 膳食纤维 可以预防 改善便利 同时花豆呢 在我们中医上来说呢 它可以健脾 养胃 可以沥水 消肿 是个很好的 很好的食物 同时你看 它的花豆 是不是是紫色的 那如果有紫色的呢 它里面都含有 植花树 花青树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强抗氧化的 一些物质 可以前掃 我们肠癌的 发病概率 同时还可以预防 我们心血管疾病 那苹果呢 它里面有大量的 水龙性切丁 活胶 也是可以促进 我们肠道的蠕动 同时大家都知道 苹果里的医生素啊 这些都是什么 含量比较高的 对吧 含量比较高的 那所以说呢 这些食物 我经常要给大家讲的是 请记住食物 即是药 那我们配合 我们的按摩的手法 去什么 打通这些管道 那配合 我们这些食疗 能够让我们的身体 达到一个平衡和健康 好 那么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结束 谢谢 抱脚子鸭 铁对链 去给爸妈拜个年 热热闹闹看春晚 连随随随都不厌 歌唱祖国美好明天 今夜香如意中国年 快快乐乐情团圆 幸福生活比弥天 美酒佳妖皆无眠 今夜香如意中国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是一个好春天 家家呼呼啸开烟 送进香牙保平安 开开心心活大年 春光无限同温暖 心气洋洋热翻天 抱脚子呀 铁堆脸 娶给爸妈拜个年 热热闹闹看春晚 年年岁岁都不言 歌唱祖国美好明天 今夜香如意中国年 快快乐乐情团圆 幸福生活比弥天 每一天 寿四 姜监 李宗盛 每一夜酒佳妖皆无眠 季香如意中国年 每一夜酒佳妖皆无眠